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Anne Yula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粤剧《命令女玉郎的演艺人生》 《女玉郎》在1931年通过粤剧的丑生演员黄中黄的徒弟阿蘇的介绍 认识了黄中黄,黄中黄觉得《女玉郎》有相当的艺术天分 表示愿意收她作徒弟,于是正式写了《诗约》 就拜入黄中黄的门下了 在1932年,《女玉郎》加入《日月星班》 做一个下层演员 然后两年后,在1934年,《女玉郎》跟随《新春秋班》 就去到上海演出 在这个时候,她是担任第二小生的 在1937年,在黄中黄的忍战之下 《女玉郎》加入了《郭仙星》剧团 在《郭仙星》剧团里面,她就担任第四小生 在《郭仙星》里面,班主薛郭仙对她十分气重 举行了随重的拜师典礼,还收她作徒弟 在这个期间,她正式起了一个艺名,就是《女玉郎》 在1940年,她就晋升到第二小生这个位置了 在1941年,香港就被日本侵占,佔领了 于是乎,在1942年,《女玉郎》就跟随《泄国仙》 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广州湾 广州湾是哪里呢?相当于现在的湛江市 先后就在广州湖南等地演出 主要的剧目就有借历史题材 宣传抗战的梁洪玉 在1943年,《女玉郎》就加入了半日安 上海妹夫妇在澳门组织的大中华剧团 《女玉郎》就担当文武生 接着到1945年,她就跟随大中华剧团 就在港西和港东西江一带演出 一路演出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女玉郎》就回到广州了 就重新加入郭仙声剧团 就担当她师傅薛郭仙的副手 就出任静印小生这个角色 在1949年,《女玉郎》就和这个楚咒云、陆云菲等人 合组了《永江明月》剧团 先后就演出了《留金定斩四门》 《十三会大破能人子》《尚俄宾月》等等这些剧目 在同年十一月十一日 《广州市》就举行各界人士 慶祝广州解放和解放军入城的仪式群众大会 会后就进行了大游行 《女玉郎》就带领着《永江明月》剧团 也有参加了这个游行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女玉郎》就被选为西区 即是现在的丽湾区 被选为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西区人民代表大会上 《女玉郎》又被选为西区人民委员会的委员 就参与了区政府的领导工作 在一九五二年的九月 《女玉郎》就跟随广东省 《广州市》代表团就前往武汉 就参加中南区的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 《女玉郎》就主演了剧目《平贵别遥》 在《平贵别遥》里面 《女玉郎》就飾演《蝎平贵》 憑藏着这个角色 他就获得了演员奖的奖长 然后在十月 他又跟随广东省粵劇团 去到北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女玉郎》也再次憑藏着《平贵别遥》 就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 在一九五三年 《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就成立了 《女玉郎》就担任常务委员 在一九五六年 《女玉郎》就担任太阳星粤剧团的团长 他就跟林小群等合作 就演出了剧目 包括有《玉璋记》 《附箭何文秀》 《卯丹亭》 和《拜月记》等等这些剧目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 《南方日报》就举办了 选举最受欢迎的粤剧和演员的投票活动 在这个投票活动里面 《女玉郎》就成为最受欢迎的十名演员之中 她排名就是第二位 在一九五八年 《太阳星粤剧团》 就拼入了这个广东粤剧园里面 《女玉郎》就担任三团的副团长 在这个期间 在这个期间 他就执筆 就对这个护剧 《牢荡火种》 另外这个《石剧》 就是《毛石》 那个《石》 《红色的种子》 就进行了改編 同年 即是一九五八年 他就和林小群 黄中黄等演员 就回到沙平 古奴 鶴城等等这些地方演出 並且亲自去到金峽水庫 石门水庫等工地 就为这个文工演唱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女玉郎》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要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子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 继续和大家分享 《女玉郎》的演艺人生 拜拜